迪士尼經典動畫真人版 今年總共有三部喔 分別是三月份的小飛象 還有五月份的阿拉丁 以及暑假上檔的獅子王 第一棒小飛象果然不負眾望 一上映就登上台灣跟美國兩地票房冠軍 而迪士尼這幾年強調的親情價值 更是在這部電影裡面發揮得淋漓盡致 從動物之間的親情 小飛象與象媽媽 到人與人之間 包括有著農能血緣牽絆的 單親爸爸和子女之間 甚至沒有血緣關係 從利益共同體 也就是最基本 工作同事之間的革命情感 演化到融辱與共 家人般的團結與緊密 甚至還有超越種族 人與動物之間所培養出來的親情 就像現在有多少人 把寶小孩當成自己家人一樣 電影裡描述的各種親情 相信觀眾都會很有共鳴 而小飛象原本需要靠羽毛才會飛 到後來小女孩告訴她 只要有信念 我們不需要鑰匙 也能打開每一扇門 相信自己 正是這部電影要傳達最重要的訊息 而我個人覺得額外有趣的看點 那就是導演提姆波頓跟麥克基頓 以及丹尼迪威托的三角關係 因為在二十七年前 提姆波頓所指導的 蝙蝠俠大顯神威裡面 麥克基頓可是扮演正義的蝙蝠俠 而丹尼迪威托則成了邪惡的企鵝人 那如今提姆波頓把這個新三角再次合體 但是兩人的角色竟然來個大翻轉 小飛象裡的丹尼迪威托 飾演看似唯利是圖 但其實心地善良的馬戲團老闆 而麥克基頓則是演出表面大方 但實際黑心的娛樂產業開發商 丹尼迪威托跟麥克基頓 兩人都不約而同的曾經說過 當一年前提姆波頓告訴他們 小飛象計畫時 提到蝙蝠俠的老班底要再次聚首 真的讓他們樂歪了 但沒想到加碼更讓他們更興奮的 就是角色要對調 借人這回成了英雄 而蝙蝠俠則是要演壞人 你可以做的Dumbo 展示他們 飛吧Dumbo 飛吧 也快來 當然 detecting 十分之彎